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1 裤子 你老实说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虽然不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但起码你占了一个 是美貌还是智慧 是并重 小朋友 你是否也很好 我好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1 裤子 这个投票数从左往右往下倾斜 是长还是跌啊 跌啊 是啥 你再考虑清楚 跌啊 你说啥 跌啊 你都长这么大了还老撒娇 说叫跌啥事 哈哈哈哈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3 不理解 你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 我太难了 不理解合裤子小剧场 34 裤子 我搞不懂现在的女孩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一结婚就要有一辆车 有一套房 有一笔存款 就是就是 太现实了 不是说好事成双吧 该怎么样也要有两辆车 两辆房两笔存款啊 哈哈哈哈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5 裤子啊 你说说有备无坏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形容一个人家里特别穷 只有一床被子 连换洗的都没有 哈哈哈哈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6 裤子啊 我们这项工作需要一个负责的人啊 我就是你想要的人 以前我工作时 每次一出事 其他人都会说是我的责任 这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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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外地 对不起 我公司不能用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安心 在这里长期工作的 另外本公司也不希望 因为你而时常租电话费 大幅度增加 哈哈哈哈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8 裤子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诚实吧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啊 真的吗 丑八怪 恭喜你被录取啊 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种 诚实敢说实话 不会恭维的人 月薪18 明天就来上班 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喜欢逗 你 吧 男朋友 你是否一号都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39 裤子 现在是考试时间 你怎么能抄小肚条呢 是你教的我 好机性不如烂笔头 我太难了 不能解合裤子小剧场 40 裤子 你怎么教白件了 不灵姐 不是我不会做 而是我觉得篡改历史是不对的 我跳武警 可以